你看回1911年辛亥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及1949年中共奪取這個國民黨的政權 完完全全都是一個顏色革命 1949年那個就是紅色顏色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的 那個就沒有西方國家支持 你不像1949年就分明是蘇俄支持 但這個可能是一個彩虹的革命 顏色革命只不過是一個偽命題 就是問題一樣東西就是說 你的政權喪盡天良 不得人心 然後用萬字的術語就是說 一些不以政權 人民可以推翻它 所以一聽到人民想推翻它 就覺得是一定有人煽動 但他們沒有讀過萬字 萬字也有說過 就是說一些不以政權人民可以被推翻 所以永遠說到顏色革命 只不過是一個極權暴政的一塊遮醜暴 然後用來遮盡他們那種管治腐敗無能 那種高壓鎮壓統治的實際情況 當然你說習近平在烏茲別黑那一站 然後說到顏色革命那一站 其實他也是一種心虛而已 問題關鍵就是為什麼我支持俄羅斯呢 因為我怕俄羅斯倒塌了 下一個就到他了 因為他經常覺得美國那些 就經常覺得想推翻中共統治 但問題關鍵就是 不是你中共才尋求人家國家經濟的文化 教各方面人家要不要動你呢 所以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是自其人之心 這件事情大家都明白的了 我想去到某一個情況是 就算不用顏色革命 習近平也很怕國內的不同勢力 比如說剛剛早陣子都看到一個105歲的一個 在中共裡面應該是 宋平 宋平出來 都說到就是說 要繼續堅持那一站開放 那你覺得都很奇怪就是說 不不是很 就是你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現在中共都是一言堂 為什麼有時候都會有一些習恩出來 就是講到有些人 是提一些跟習近平相反的意見呢 而宋平的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一百零五歲 你預期他講很長氣嗎 都很難的嘛 但是他都是一個一百零五歲 一個很清醒 沒有老人纏外的一個老人家 他都這麼說 可想而言之就是說 你當他是一個象徵性人物 他背後支持他一套想法的人 或者背後支持他一些想法的一些勢力或者力量 本身 我是叫做非習的一個集團 不要叫做倒閘或者反閘 那對於習近平現在二十大之前 對於現在國內防疫 就是因為習近平的遺命控制遺實 經濟崩潰 民生凋零的情況 事異不見 再加上巷災 再加上這個長沙電視大廈 這個火災 變成了這個長沙911 變成了這個長沙911 911事件的那些翻法 整棟沒有了 我相信現在習近平 現在問題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給習近平繼續做 問題就是將來有什麼事 就找他背鑊 那你恨做第三解 然後有什麼問題 一次性總大爆發 衰了你要背鑊 就是習近平 所以其實你給他做 我也是這麼說 現在中國國內 既沒有任何勢力 或者沒有任何人有意願 去推翻習近平的統治 或者是動搖習近平的地位 但是也不是坐在那裡 用這個 江玉寬 那個忠誠的廢物江玉寬的說法 就是說不是在意待斃 不是坐在那裡等死 就看到很多這樣的責任 小動作各方面都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一種 我這麼說 你不適合他又不適合他 又不推翻他 如果還是繼續瘋 然後你在那裡繼續吵 就說你為什麼這麼廢物 為什麼這麼無能 為什麼在那裡插自己的胸口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好像一個病人 病人而已 病了不看醫生 殺死了醫生 然後每天在那裡 又胸口痛 又胸口痛 又腎痛 在那裡插謊 在那裡插謊 李家超不喜歡他 中聯辦人也不喜歡他 他自把自為 拿著那個國安工廠在那裡揉揉鎮 然後他自己蔡展鵬在那裡打斜骨 自己又不出聲 就是我寫過說 你官員越說顏色革命 其實只不過是一塊作為 一塊遮醜暴 遮掩自己那種 政治經濟各方面無能 解決不了問題 做不了事情 各方面而已 那你鄧炳強這麼聰明 你自己走去英領那裡 就掃光了一些鮮花 掃光了一些蠟燭 吹光了一些蠟燭 你在那裡說什麼廢話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習近平訪問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 戴口罩 然後 每個都不戴口罩 然後戴口罩 你不是一隻怪物嗎 疑慮 就是王岐山一樣 沒有人戴口罩 只有他和他戴口罩 幾樣壞人 樣子就爆 習近平也是一樣 而且坦白說 這次出訪 烏茲別克或者甚至哈薩克 已經不同兩年前 一帶一路還可以騙人 現在一帶一路 其實和這個柬埔大KK 圓一樣 用所謂的基建 用所謂的借貸 控制國家經濟 就是進行一個經濟帝國主義侵略 所以就算你說相對而言 沒有什麼殺傷力的哈薩克 或者烏茲別克也好 是不是真的對一帶一道沒有意見呢 第二件事 就是你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回眠最重要就是吃飯 或者一些非正式 一些比較輕鬆一點的回眠 來到大家去到交流意見 或者看看你怎麼看某些事情 很多事情在私底下 不會公開床合講 或者是在一個正式床合講 其實是一些非正式床合講 但是你自己避免在酒店裡 戴口罩 所以你整個訪問本身 我不知道香港的報道如何 是不是說得好像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看的話 就是說你來打好就不要出來 你全世界有這麼多病毒 你打好就出來 會死的 你這麼害怕就不要出來 對不對 你真的去開會 你去大阪 你也去大阪 現在你開會 你去大阪